《三十三東方日報》 法庭 中遠距王冠豪上訴犯案無望 2015年7月10日 港文 A.12 本報信 前南警司王冠豪於一一年擔任灣仔分區指揮官期間 三道拉隊光顧雙屬火鍋店期間收取店方貴 增價值於千元的洋酒及四千五百多元飲食折扣 之後他有份審閱該店的酒牌申請 因而被廉署檢控 他前年在裁判法院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判監一年 今年3月經上訴後獲減刑至半年 王冠豪作申請終審上訴許可被拒 意味他犯案無望 已被停職恐失常諷而已刑滿獲釋他 作向終審法院就其定罪申請上訴許可 中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表示本案不涉重大法律觀點爭議 即時否決其申請 有關理據稍後下達 這亦以未黃的翻案終結無望 52歲上訴人王冠豪在散庭後承認現已被停職 對判決感到失望 對於是否將面對警隊的紀律寧訊及遭司奪諷 他則說不知道 警隊發言人回應指 警司級人員被刑事定 最後 局方會根據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第十一條的規定 考慮施以紀律懲罰 並將案個別探見的實際情況而決定 案件去七篇號 Femme C 16 2015